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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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现场这台第一次买 2018年的Land Cruiser Prado 当初新车的售价是263万 3956cc 278匹的马力 39.5公斤米的流利 一年的税金是37000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当初我们这台是总代理的车款 不是水货的 非常霸气的那台车 它车高非常高 1米88 然后你看它前面的这个水箱护照很霸气 而且你看到这个车标 它前面有附镜头跟一个A-DAS 前面呢也有雷达跟这个雨刷清洗器 大灯是LED 方向灯乳素灯泡 雾灯也是LED的 好不好 然后这个隆起的引擎盖 非常的霸气 那这个是232的车型 七人座的 这个整台人家感觉起来 就有点像那个LX570的感觉 有点类似 然后它车高非常高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对应到一个 越野的一个状态 拔山涉水专用 那原厂配置的呢 2656018 偏小了对不对 感觉在这个尺寸上面应该要带点轮胎会比较好一点 高亮影铝圈 我们可以看 它有车侧盲点 车侧踏板 因为车高真的很高啦 那它搭配的是电子的越野悬吊 所以它高低也是可以调整 不过它调整幅度就 没有那么大了 后面就比较特别了 双膝型 外双膝 内双膝 香奈娥叫外双膝 不是香奈娥是在卖鹅肉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一间鵝肉店都是香奈娥 卖檳榔的叫狼鳞王 哈哈哈哈哈哈 它后面比较特别的是它这个玻璃是可以 上鲜的 诶这很适合我们拍动态 对啊 还是留着 比较不用怕 你留个屁 这还是跪到死没钱啊 它这个作用是什么 大概几个 就是你非常的靠近后面墙壁的时候 你又想拿个东西 可是其实不好拿 你看 所以你可能只能丢东西进去而已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门 也很特殊 它是侧开门 那侧开门 它这里有个很贴心的设计 有沒有 锁定 锁定起来之后 好像一个门挡 让你的门不会自动的被风吹 关起来 那这个车是一个非常适合野外的一台车 那这边有两个 小秘密的空间 随车工具组 哇 然后这个你猜是什么 桌子 三角排 桌子 看台湾将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再来一个特殊的 它这边有电动的 第三排座椅的倾倒 好我们把它这样 哎呦 哦干离波里很近耶 很近耶 离波里很近 然后 我们把这个再翻起来 哦所以你看哦 它第三排座椅起来以后 这边没办法放空机了 看来它剩下一条条耶 第三排后座 看到有杯架 它触摸喉都坐在头上 第二排也是都坐在头上 啊后面是两个单独的座椅 欸分蛮开的你看 然后你看它的备胎 备胎的超明显 它怕人家不知道它有备胎 然后它有iKey 所以它这边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Lock 一个当然就是Unlock 在坐在这边 手把就坐在这旁边 你看我们这一台哦 2018年只有跑 我记得三万五而已啊 你看它旁边这个胶条 它没有撕掉 这个是银色的法斯纹的装饰 然后这边有这个 后视镜的调整 收折 仪表亮度 跟这个大胆清理器 电动四项的寒多鲁 我刚有发现它这个电动动得还蛮快的 我觉得它的发动声音就非常有那种越野车的感觉 听看看哦 有没有一个哦 那个风扇的声音 离合器风扇的声音 你知道什么叫离合器风扇 以前的风扇不是电子的 所以它是靠你的引擎的转速去带动风扇 就是你引擎转速越高 它风扇会转越快 所以它会有一个哦 那个气冷的声音 旧型的FREECA 旧型的瑞斯 就会有那种电子风扇的声音 很大声 你要是好听一点越野车 难听一点的货车的那种声音 诶 等一下哦 我发动一下它前面有一台车的萤幕吗 哦有耶 有它车子的萤幕耶 記得补画面哦 很帅哦 功能还蛮多的哦 车道偏移跟车的系统在这边 那它没有快播 新款的有快播 可是新款的我记得是2.7的 中间的大萤幕 只有支援蓝牙 然后再来这个按钮很多 循迹防滑系统关掉 2ND START 我跟你讲 这个是叫做二挡起步啦 就是让你的起步的扭力不要那么大 稍微缓合一点 那当然这个就是按下去之后你就怎样 自动的悬吊关闭吧 然后这个就是车身的高低板 然后这个 越野专用的 这个就是那种类似 陡坡緩降的功能 它自动会帮你控制油门跟刹车 然后我记得它可以选速度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差速器锁定 然后这边有这个驾驶模式 然后Comfortable Normal Sport跟Sport Plus 比较屌的是它有电热也有电冷 然后它这个我记得 有没有这里面有这个 cool box 电瓶箱 它会把空调送到这边来 但是它只有保冷而已 它不会跟你说是冰箱 以前是有三明一炸弹沙漏的屋 你只要把空调倒进去就好了 这看起来应该不是环保材质 你看它侧边都还有包这个 这真的皮 中后台就没有 中后台就塑胶的 中置喇叭 全车应该有14颗喇叭 它有个比较神奇的是 它还是这个 传统的手拉车 对没有电手拉车 好走后面 四个门都有拉把 它就是要让你好上车的 一样拉一下 踩踏板上来 前面是178公分坐姿 后面我也是178公分 基本上这个应该不会不舒服 然后空调系统是三区 前面双区 后面一区 后面单区 后面有件热椅是不是 真的耶 中间还是有点果理 传统爪的果理 不高啊 三四公分而已 好我要上第三排了 这做的够浅显易懂了吧 那么大一根 然后那个图案画那么白在那边 有些车你上车要找半天 有没有 它这个浅显易懂了吧 好搬一下 它就这样 哇看洞很小耶 好我要上车 这里有没有手把 有这里还有一个 有那么多个 来会不会是史上手把最多的一台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十个手把耶 这台车手把干 有那么多的 好 这样上车OK啦 我忘记讲了 它第二排其实也可以前后移动 它就拉这个回来 有没有 然后第二排的椅背 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满斜的喔 它如果第二排是打到底 我真的 我大人是没办法做的 所以你帮我把滑轨往前一点 对 这样第二排可以坐人吗 这样 没有你要先把你第一排 你先去坐第一排 你第一排要坐舒服 好第一排阿呆可以坐舒服的距离 好可以再往前 屁啦 你腿太短了啦 你要坐舒服啦 够啊够啊 够啊 你腿那么短喔 还有一根手指头 好来后面 那第二排你上车坐可以吗 可以 第二排可以再往前 好 好 这样干我这样很舒服了耶 欸 我怎么卡不住 好 只能这样了 可以啊这样我就可以了啦 你看 只是脚都悬空的 可以啊 只是高度 哦干高度我的帽子已经基本上差不多是无底 哦它这个可以立起来 可以耶 只是离后玻璃真的蛮近的 哎我记得这里有一个这个 两边都有 啊这要调什么我看 哦椅背 没了就这样 妈的它这就是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好我拉这个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下车了 就拉这个 欸这边没有耶 你看 所以它上下车只能从这边 好下车 哦 哦哦哦哦 这边有个喇叭 哈哈哈哈哈哈 好看到顺便讲 哈哈哈哈 哦 紙上 手把最多一台车 有没有 拉两个手把下车 可就拉断 就拉断吧 不会啦 你不觉得这做起来很肥厚吗 你看 不错 肥厚 这个回来如果要帅一点的话 铝圈可以把它 换大更帅 20寸这样 Bizoon Fitnes Bring the Gym Home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刚刚忘记讲这里了 你排到N档之后 你找到L4 L4之后就开始支援 泥巴路啊什么路 有没有 我会画一个仙人掌 有没有 然后再按 然后你可以去调这个 有没有 Rock 巨石强身路行 哈哈哈哈 排到D档以后 按这个 好这个就是 你在上坡或下坡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控制 油门跟刹车 然后一样 你可以调转盘去调 你要的上升下降的速度 你如果最慢 它就会缓缓的帮你下坡 油门跟刹车都不需要使用喔 它就帮你控制刹车跟这个油门 我现在把功能都按掉 我要排到N档之后 我才能从L4调到H4 H4就是高速四纹传动 跟低速四纹传动 所以我现在排到D档 我就是高速四纹传动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哎 看得到喔 有Plato何必开G-Car 哈哈哈哈 那你们觉得这车很大 很大啊 我跟你讲好不好 这车一点都不大 不大吗 它做的很霸气而已好不好 它车长比RX还要短 车宽我跟妳讲 车宽是1880 然后RX是1890 所以其实这台车比RX还小 这是比较高吧 所以对啊 心理压力啊 因为RX是1米7级而已嘛 这个1880 因为这一种越野式的修旅车 它有可能会去干嘛 跑沙滩射水 沙滩然后海浪这样 就是享受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第一次买 我会意然觉然的把它买下去 你知道吗 因为Toyota在坐车 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不管几年的车 你觉得你买下去 你都不用擔心要花很多錢修 你就盡情的買回來研究 盡情買回來享受 而且啊 Torota的車第二個好處就是 等我們玩完拍完要賣 保證賣得掉 價錢的問題而已 欸有些車是價錢到便宜 都不一定賣得掉會不會 也是有這種車嘛 因為回去的人怕修理修到街市啊 有可能啊 這車好安靜 它4.0 V6 其實蠻安靜的啦 這V6引擎 而且它隔音本身都做得不錯 然後因為你車特別高 所以你視野上面都非常的舒服 你知道這個車哪裡應該會賣最好 一些陸大的地方 美洲 欸不覺得類似這一種Torota的修理車 最常出現的就電影裡面嘛 動作片 美國有沒有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中東 阿拉伯國家 沙子嘛 沙漠上 卡綠班的最愛 感覺上面可以架機槍那種感覺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露營爬山正夯 大家就流行嘛 去山上露營啊 山上撿一些酒瓶啊 蛤你知不知道 這亂撿 對不對 你不要看到衛生紙 你看他衛生紙 搞不好是青草時代留下來的草紙哎 削一隻粉水都會中情 你不夠衰 今天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 你要處處留意 處處小心 所以我們說好也要小心 欸 今天有一個很強的哦 有一個花燈是李宗睿做的 你知道嗎 有啊 我知道 還得獎喔 我看來它真的很厲害 我要講車對不對 它整個開起來就是 我覺得是很有美國的那種 大排氣量的那種車子的感覺 馬力是很足夠的 278匹馬力 其實以四千來講 278匹馬力是很鳥 然後39.5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性能數據上是變換了 那它整個車身的隔音也做得很好 包含底盤的隔音 可是它離地高度也低嘛 我之前常跟大家分享 車子越低 路面的這個噪音就很容易回傳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離地高了 路面的噪音是離你相對比較遠 再加上說它這原本 一台260幾萬的車子 其實它原本的用料 包含整個玻璃 整個板件組裝的用料都是 一定都是有相當成的水準 還有一個就是它車身 開起來是非常搖晃的 就是一個美國車的調性 美國車無論是這個 車身低車身高 永遠你都能感受它的調性就是 軟 浮沉的感覺 那油門反應是比較偏比較 Hardcore的感覺 其實它給你的 踏板的回饋是有機械性的感覺 雖然現在這個都已經是電子的油門了 但是這個我常常很喜歡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實一台車 踩油門 跟踩煞車的那種 很加速的感覺 其實每一台車還是會有些微的不一樣 這跟它的馬力什麼都沒有關係 這就是很單純的說 這台車的製造者在調整它的油門踏板的回饋的時候 想要給駕駛者什麼樣的感覺 那這當初其實它在後期有分兩個規格 低階版跟高階版 那因為我們這一台是2018年的 所以它當時在販售的時候就只有 4.0旗艦這個規格 如果你有分這個 比較陽春版的跟這個旗艦版 其實有很多配備上面都有一個差異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底盤的這個 越野懸吊系統 那它這個就是跟你翻山越嶺 一些這個比較崎嶇路面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出去玩 沙灘射水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 那它都會這個藉由它的 電子的這個懸吊 越野懸吊來幫你調整 然後它為什麼會有這個前鏡頭你知道嗎 這個當然除了我們現在的環景 都是用來停車嘛 你看我超限的有沒有 這網友就會講的 有沒有 可是其實是螢火綠燈的 好不好 幹 好硬喔 好所以它這個鏡頭是 其實還有一個用處 就是你在一些比較不好的路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哪邊有坑洞 哪邊有你看不到的障礙物 因為車身偏高嘛 所以你如果在譬如說 你的右下斜方有凸起的一個大石頭 你看不到 你就會弄掉 所以那樣的螢幕其實是 對應在越野上面 我很少介紹越野車 因為我好像還沒有去跟人家玩過那種爬 然後溪啊 什麼那種 所以我就對這個比較沒有那麼有研究一點 它當初你看它取這個名字 陸上的什麼 巡洋鍵對不對 它就是想說要取一個比陸虎還掉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車系上面Rand Blue Easer有沒有 這個其實是很久的車了喔 它195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在生產這個車系 一直到現在賣70幾年了 當初最早的時候啊 美國在打韓戰的時候啊 還跟Toyota公司訂了 不知道1000台還是幾台的這個巡洋鍵 要拿去戰場使用 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是有參與那個 美國一個品牌叫Jeep有沒有 做軍用 車很有名的 然後去學習它的那個底盤是怎麼做的 然後發展出這個車 那時候就沿路一直做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 其實它的課程啊 非常的客群啊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在講客群 我覺得我如果講課程 你的字幕又會打成上課的那個課程 不會 我看到字幕錯字有夠多的好不好 我怕了我要解釋 你不要像那個Jush一樣 輪速感知器寫那個數字的數 你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速度的數好不好 Jush 呵呵呵呵 不過這個車其實 雖然說 你拿來把它家用 其實是浪費啦 因為你像它的那種 Alpha Xenna那種 它其實是偏向商務 偏向斯文的一台車 開著這個車 要在全家大小到山上去 露營交遊 踏青等等 那似乎 比較難對應到一些比較斜的山路 齊崎的山路啊等等 甚至一些比較原始的地形啊 其實你如果有常常去過風景區你就知道 其實不是每一個風景區都是柏油路呢 就是你到一些民宿有沒有 到一些遊樂區有沒有 那個柏油路完之後 你是要進去一些碎石路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很適合叫車的進出 有一些會比較原始的地貌 所以你如果喜歡這個全家出油踏青 這個車的確就把它focus在我們要TOYOTA車系裡面來講 其實這個是會比那些商務車來的好一些啊 我開車是很歪耶 沿路車道一直說我偏移耶 然後我現在開車是很歪是不是 我在線裡面啊 第三角啦 這路太小 我在線裡啊 我跟你講這路是不是太窄 然後它一直判別我是歪的 我覺得我在線內啊 好雖然你用來家用是有點浪費啦 可是你真的很喜歡踏青要有一些裝備啊 要爬山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車絕對會是一台又好照顧 又保值 然後又好用的一台車子 有一點覺得還不錯的地方就是 雖然我說它像船一樣 這個坐的冷一定很舒服 小朋友一定睡得很開心 可是我覺得它過彎的支撐性不差耶 它這個應該是電子懸吊的關係吧 它感受到你的側傾出現的時候 它的懸吊就會自動幫你支撐 所以它的過彎其實平穩度比想像中的好 我們現在過彎其實 你注意我們的坐姿啊 其實它是水平的 人不會這樣傾一邊 你看喔 有沒有它很盡力的幫我們維持水平 微微微的傾而已 不是比想像 你如果看你如果其他的那個車子 早就這樣子了好不好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這樣 就CHR嘛 不要再說這個身高的Type R了 好所以它這個 我覺得它的懸吊 反而在山路上面 支撐性還是算是表現得很很不錯的 還有另外一點啦 你如果是那一種 想要讓人家看起來比較硬派風格 因為我常在講 車子也算是人的一個配線 你如果想要你開了一台車 雖然是很好照顧穩穩如雅的TOYOTA車 你又想要與眾不同 給人家有HARD CODE的感覺 下來像一個巨石強身感 其實這個車也還不錯 就是比較特別的 你就像泰山有沒有 開台野馬 美國精神 哇 這個車貼一個紅線有沒有 小光黑有沒有 結果那門一打開下來 哎喲 人家門沒關好 放在那裡連花紙有沒有 哈哈哈哈 那是人中的 這跟車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車你就可以選擇啦 就還蠻特別的 哦 對啊 這油耗不知道多少 漂亮啊 市區5.8 哈哈哈哈 高速9.6 我幹 連高速都沒有死耶 平均7.8啦 哈哈哈哈 官方公布都7.8了 打個8折就好了 8864大概6公里而已 哈哈哈哈 太厲害了 哎 阿達昨天行人節你去哪裡 去家 沒有去速度與激情一樣 沒有速度也沒有激情啊 有啊 速度去那個蔡奇亞買那個速度啊 用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放微波爐先加熱 啊 會溫溫的 哈哈哈哈 幾能節呢 如何一句話傷害兩次單身的人 這樣 你單身那麼久一定存很多錢了吧 哈哈哈哈 就你會發現又單身又好像沒有存很多錢 哈哈哈哈 那這個2018年的 Toyota Rain Cruiser Prado 我也是第一次買 我猜測市面上的價格應該是在140萬左右 因為我看到一台在網路上開價是158萬 里程數好像比我們家還高一些 可是因為現在有時候連我們這種專業的二手車商 都不曉得網站上的價格到底是不是能夠參考 因為有的什麼貨什麼代拍價格啦 有的貨假價格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不太能夠去預測說 到底它正確的小賣的金額會多少 可是我們可以預期的到就是 通常以我們的經驗這一種已經接近高單價了 因為它二手的還要差不多150萬左右已經算是高單價了 通常這個利潤在10萬到20萬之間 我覺得都是很稀鬆平常 所以我就用這個價錢大概下去推估啦 覺得市面上的行情應該會在140萬左右 那當然依照里程數高低啊 有人會買140幾 有人車況差一點可能買130幾都有可能 推測賣出來應該就是150多萬到160多萬這樣 市面上的行情 大家在拚說這個數量稀少 然後剛好有遇到符合這個客群的需求的人 我相信這個車喜歡的人是會很喜歡的 所以有需求的喜歡的人一定都會買 好不好這個車就是一個很霸氣的車啦 基本上你也不太用擔心 它妥善率的問題跟零件養護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會不是很難 哎唷 什麼呢 哇 厲害耶 中間有一個凸透鏡呢 我以為是眼鏡盒結果這是一個凸透鏡 可以看到盲點耶 這蠻有用的耶 對啊 好帥喔 我以前很喜歡把鏡子換大片 以前我還買過一種汽車百貨賣的鏡子 它是一個加大鏡對不對 對 旁邊有兩片小鏡子可以摺 摺角度 喔 還有那種 超好用 把那兩片鏡子稍微角度摺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兩邊的盲區啦 現在不知道還買不買得到啦 以前那鏡子是這麼長的你知道嗎 整片喔 對 整片打到底的 A柱打到A柱 但是以前那個改車要改日本風格的時候 車上都要有一個大鏡 現在買不到了 而且那掛上去這個都會垂下來你知道嗎 太重 不過我覺得盲區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這種盲區更直覺 比亮燈更直覺 好啦 那今天這個 Toyota Prado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不好 很棒的一台車啦 我覺得這個車 油錢是有點恐怖 然後有一個不明就裡的 前螢幕鏡頭的這個三爪形狀 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麼 這個到底有什麼 測量的作用嗎 搞不太清楚 好啦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哪一首歌裡面有煎蛋你知道嗎 煎蛋 煎蛋 煎蛋啊 煎蛋啊 哪一首歌 這是一首煎蛋的小情歌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 煎蛋